歡迎收看,我是小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在這集呢,延續上一集所介紹的 如果我今天要平移一個函數 即便它不是一條直線 像這個彎彎曲曲的一個函數 但是它還是有1對1 就是你一個X帶進去就會得到固定的一個Y這樣子 那我今天在這個平面座標上去移動它 向下平移三單位 代表怎麼樣的意思呢? 原本的這個函數呢 我的Y等於F of X 也就是說我用這個點的X和Y帶進去這個式子 也許不管我的F of X是怎麼算的 經過一番計算 然後它就會等於Y嘛 原本的X跟Y會讓等號成立 那現在我往下平移三單位有一個新的曲線 那這個新的曲線用一個新的函數來表示 叫做Y等於G of X 那這樣子的話你會發現呢 原本的點的X跟Y帶進去新的G of X是不會成立的 你要怎麼樣? 你要代入比原本的Y少3 因為我向下平移三單位嘛 所以說同一個X對應到的Y會比原本少3 每一個X對應到的Y都比原本少3 那我們在上一集介紹過這樣就相當於是怎麼樣 相當於是 其實你的Y呢 先被人家補了3 因為我現在的Y都比原本少3嘛 相當於是你原本的Y被人家補了3之後 帶進去F of X的話就會成立喔 對不對? 所以說G of X的運算過程相當於是F of X 但是它的每個Y都先被補了3 那我們就會說這個G of X呢 Y等於G of X呢 你所會看到的式子就會相當於是Y加3會等於F of X 那所以稍微移向一下你就會發現齁 你就會發現這個G of X其實會是F of X加3 所以你在這個課本裡面看到說圖形如果往下移的話 會在後面減3 那我們在上一集就提到過說 他其實為什麼會在後面減3 是因為在這一邊加3移過來了 那為什麼要在這邊加3呢? 為什麼向下是加的呢? 那我們在上一集就是在講這件事情齁 每個點所對應到的X 如果都比原本少3 代表其實有人幫你補了這個3 式子上面已經幫你補了這個3 所以是加的 那所以往下的話 Y用Y加3帶進去 那如果往上移3單位 就Y用Y-3帶進去 如果是往右移4單位的話 那X就用X-4 因為你原本的X和Y已經帶進去 新的這個圖形的函數裡面已經不會成立了 你必須要帶同一個Y的話 你必須要多帶X要多4 那每一個Y對應到的X都要多4 才會有讓等號成立的話 那你就可以想像呢 其實相當於是你的X在計算前 先被扣4的話 就可以用原本的函數算 那所以X用X-4 如果是向右平移4單位的話 那如果向左平移 X就用X加4帶進去 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做做看就會知道 我們在上一集也留下注意 讓大家做 如果今天我有 Y是F of X 它是X分之1 它在平面坐標中 向右移1單位 向下移2單位 那麼圖形的方程式會怎麼樣 那我們先直接套一下 我們剛才的說法 向右移1單位的話 X會變成X-1 然後向下移2單位的話 Y會變成Y加2 所以新的函數會變成這一條 那原本的函數是 Y等於X分之1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看 Y等於X分之1 如果畫起來其實是像這樣子 就是它會 逼近兩軸啊 但是不會碰到 那如果它 我們按照題目的說法 向右移1單位 向下移2單位的話 其實會變成 綠色的這一條 那也就是說 原本有一個點 比如說 原本過一個點是 2分之1 2 2分之1 2分之1好了 找簡單一點的 原本過的點有 2 2分之1 還有 3 3分之1 4分之1 對不對 那現在向右移動兩單位了 那這一點會跑去4 然後又向右移1單位 所以這點會加1 向下移2單位 所以這點會減2 所以這個點 它過的應該是3 然後 2分之1 減2 是 負的2分之3 然後這個是過4 然後3分之1 減2的話是 負的3分之5 好 像這樣子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看有沒有合理啊 X如果是3的話 那你會發現怎麼樣 3先減1 就變2啦 對不對 這個時候 Y是負2分之3 那負2分之3 加了2之後是2分之1 所以2分之1等於 2分之1 4 先減1之後變成3啊 然後3分之5 加了2之後變成3分之1啊 負3分之5 加了2之後變3分之1啊 所以3分之1是 3分之1 對不對 就這邊是3分之1嘛 這邊是3分之1 那 所以沒有錯 4值是這樣子 那也就是在我們那個 代的過程中 就是你可以想像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樣子 他向右移一單位 所以你每個點都會多1 就相當於是他減了1 然後他怎麼樣 加了2之後 就會用原本的方式去運算嘛 對不對 好 那麼這裡呢 有三個問題 大家可以想一下 相對比剛才的來相對來說是簡單一點啦 有一個2x-3y等於5 那這個圖形如果在平面坐標中向左移兩單位向上移三單位之後 圖形的方程式 好 那 等於說這個問題呢 我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你們會發現有熊老師的 這個 放的問題都會有一點指標性 就是不會有很重複的問題 等於說我們剛才的討論都是以函數圖形 所以我們習慣寫y等於幾個克斯怎麼樣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今天我的這個方程式不是寫成y等於幾個克斯怎麼樣 你看我是寫成這樣子 那會怎麼樣呢 好 會有不一樣嗎 還是還是一樣呢 好 你可以這個 畫 你可以比較看看 這個試著用剛才的方式把它轉換 然後再來想想看這樣合不合理 然後如果今天第二題 如果3x-2y等於6 向右移三單位 那所產生的圖形 會相當於他向下移幾單位呢 也就是說這個圖形我可以稍微的畫給你們 3x-2y等於6 原本是這個圖形 他說他如果向右移三單位 那是現在變成這一條 可是如果你當初向下移 原本你向下移 是不是也有可能會變這一條 好 那我們在一開始介紹平衡的時候有說到 就是說如果是線性函數的話 向右移跟向下移其實會有這個會到同一個位置 但是會這裡的這個數字跟這裡的這個數字不會一樣 那會怎麼樣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再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平面坐標中 當4x-3y等於k 他說圖形不通過第四向線 哦 這什麼意思 那問你這樣子的話 k的範圍 可以嗎 那我們大家來想一下吧 好 我們來看這一題 那不知道你有沒有做了呢 如果以剛才的說明方式 我們來看看合不合理 這個剛才說 只要你圖形向右移就是x用x- 那向左移x用x加換進去 也就是說按照這個邏輯的話 我把這個x用x加2換進去 那當然不是要你們純粹背 這個原理我們都已經說明完了 對不對 那利用這個例子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向左移2的話 x用x加2帶進去的話 向上移3y用y-3帶進去 那會是這條方程式嗎 會是這條方程式嗎 我們故意不把它展開 像剛才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原本的這條方程式他過的點 比如說這個 他過1-1 然後過這個2.50 然後這個 -0.52 -0.52 -0.52 這是原本的點 一樣我們取三個來當例子 這樣子 那我現在整個圖形被我 往左移2 往上再往上移3 這個圖形 其實他跟這個有點像 他會長這樣子 好如果你去畫的話 這個圖形是這樣 然後他說他向左移2單位 這個圖形其實會過在 這是2分之五啦 這是-3分之五 所以他移2單位之後還在還在這裡 這個是0.5 然後再向上移3單位 所以就會跑來這裡 可以嗎 這一條向右 向左移2單位 再向上移3單位 會跑來這一條 那這一條會怎麼樣呢 剛才說 剛才說他過點1-1嘛 那過點1-1 1-1這裡 過點1-1向左兩單位 就先向左兩單位 他變成是-1-1 然後向上3單位 是-1-2 所以他現在這裡 其實會過一個叫-1-2 他其實會畫得更上面一點 沒關係 然後這裡 這個點 向左兩單位的話 他會先到0.50 再向上三單位 他會到0.53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點 是0.53 那如果是這個的話 向左兩單位是-2.5 -2 然後向上三單位是-2.5 1 這裡 可以嗎 還會有這三點 對應的這三點 那你看 我們把這個 這個帶進來 X帶-1 Y帶-2 X會先被-3 X會先被-3 跟正 X在這邊 X帶-1 Y帶-2 X會先被加2 也就是他會先從-1被加到變正1了之後 然後呢 這個Y會被-3 也就是Y會從正2變 被-到-1 所以結果你在算的是什麼 你在算的是2乘以1 減掉3乘以-1 那也就是2乘以1加3等於5 這樣子 對不對 你在算的還是2乘以1 減3乘以-1 對不對 這裡也是一樣 X0.5進來的時候先加2 其實就被先加成2.5 然後Y3進來的時候先被-3 就被-0 所以接著你在算的是2乘以2.5 減3乘以0 等於5 這樣等號成立 因為你就是在用 再算這個 2乘以2.5-3乘以0 所以這個也一樣 這個2乘以-2.5 那這個-2.5呢 其實要先加2 所以這邊又變成-0.5了 2乘以-0.5 減3倍的 1-3是-2 所以-3倍的-2 那結果 是這個-1加6 還是5 沒有錯 因為就是在用這個算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呢 我剛剛在講說 我們不寫成 那個函數的Y等於幾 X加幾 用這種方式寫 還是一樣 就是帶 我們原本的這樣的推論就會對 因為 你圖形向右移 你每個點的X都比原本多2 那其實就是你如果預先把那個2扣掉 帶進去就對嘛 那這裡向左移 每個點都比原本的X少2 那其實呢 你的式子裡面就是預先把2都補上去 就會變成用原本的算法 算 那用這樣子的推論 所以 所以呢 像這裡也是一樣 如果今天他說 圖形向右移三單位 那圖形向右移三單位 是不是變成3倍的X-3-2Y 加等於6 是變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說相當於他向下移幾單位呢 那在這裡呢 那在這裡呢 帶大家做這個問題 我把它展開來 變成 3X-9 那這個-9 -9 -2Y 等於6 因為我希望能夠參照 他相當於原本的這個式子怎麼樣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等於6也 不動 換我這個-9 就不宜過來加 那 我現在他說相當於他向下移幾單位 他如果單純向下移 他單純向下移的話 就是X不要動 那X不要動 就還是3X嘛 原本不是3X 3X-2Y 等於6嘛 對不對 所以我還是寫3X 這裡還是寫等於6 那這裡就是向下移 所以他還是-2 怎麼樣嘛 對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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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 現在的問題就是 噹噹噹 好 -9-2Y 會相當於-2倍的Y 減多少 或者說加多少 因為他向下移嘛 可能是加的 對不對 那這樣就是說 這裡要填Y加多少 那你可以用看的啦 就像我們之前學配方法一樣 你可以用看的 就是說 提出公因素2嘛 -9-2Y 那其實-9-2Y就是-2Y-9 我如果把-2提出來 那後面其實會變成加2分之9 對不對 你這樣就會發現這個地方要填的是 加2分之9 對不對 那又或者說 你不要用配的 那你就設未知數碼 那我們就會寫成一個那個 這樣子 -2Y加A 對不對 那他會等於-9-2Y嘛 然後展開來 你會得到-2Y加-2Y-2A 會等於-9-2Y 那所以-2A等於-9A等於2分之9 這樣也是解出來啊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 向右移三單位等於向下移 2分之9單位 那我們放這一題就是同時呼應 回應了我們前面提到說 如果你是一條直線 向右移的確會跟向下移 這個怎麼講 你可以說混搖或者說有類似的效果 但是你向右移的數字跟向下移的數字不會一樣 那為什麼呢 這道理很簡單 就是你X跟Y的奇數不一樣 所以你X向右移的話你是-3 X-3 那你Y是乘負的2 X乘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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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等於K 圖形不通過第四項線 那這個正這個負 你也可以把它轉成斜結式看 也可以不要轉成斜結式看 我是覺得都可以 那把它轉成斜結式看好了 它會變成3Y等於4X-K 也就是Y會等於3分之4X-3分之K 可以嗎 那所以它的斜率是正的 斜率是正的比1還略大一點點 隨便畫一條 因為K不知道多少 比如說大概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呢 它所謂圖形不通過第四項線 就是說隨著K K不截距嗎 -3分之K是截距嗎 隨著K的移動對不對 我是不是就有可能跑下來 那所以它說圖形不通過第四項線 那K要怎麼樣 那其實我們這樣 你換成斜的式這個問題 會變得很容易看出來 就是說你的截距不能是負的嘛 你的截距只要是正的 就不會通過第四項線了 對不對 你截距如果是負的就會通過第四項線 所以它這一題的結論就是說 這個-3分之K要大於0 可以等於0 因為過遠點可以 對不對也不會通過第四項線 那所以K其實是這個小於等於-3 可以嗎 喔不對 更正 小於等於0 小於等於0 就是只要K是負的這邊算出來就會變正的啦 就兩邊同乘-3 兩邊同乘-3 那不等號要翻過來 好 那我們這集就上到這裡 就是帶大家再來練習一下圖形的平移 下一集就會開始介紹這個2次的函數 也就是說Y等於X平方加幾 X加幾 我們前面學到1元2次方乘4 對不對 如果今天1元2次方乘4 這個X平方加3X 2次 這個比如說-1好了 如果今天有一個1元2次的多項式 我讓他等於0 問你X是多少 這樣是方乘4求解 那如果不讓他等於0 我就是X平方加3X-1啊 對不對 那隨著X不一樣 這個東西算出來結果不一樣 換句話說這個東西本身是用X經過一番運算的結果 所以他是 X的函數嘛 那我們就可以說Y會等於他 對不對 這樣就叫做2次函數 那就可以把它畫在這個平面坐標上 當X是多少的時候 這個2次函數算出來的結果會是多少 就會有一個圖形 那我們這集上到這裡